22.21 23.21 22.31 TTBS評語 市長想再請教一下 因為昨天有一位 就是流信的前主播 他有自爆在 他說他有接觸 一位有確診的化妝師 然後他現在也住進了 檢疫所 那今天是不是知道 這一位前主播 他是不是已經有確診的情況 第二個是 輪普塞 因為輪普塞 你覺得現在在做的 那你又怎麼看陳時中說現在的時空背景跟之前不同 那台北市有沒有因應現在這個情況有準備類似的計畫 有這個案例我不知道你說的是哪一例 它有什麼行政區或什麼特別的對象嗎 因為我看到的會是我們的意表資料 但是可能要知道它是哪個行政區我會比較能夠回答你 這個類固在這件事情 我想其實這樣網路事件常常很多那什麼梗圖 我今天才看到那個類博士、類房東還有類 類歌手還有類當兵 那個就笑話看一看就好 所以這樣比較嚴肅的題目 這個普篩做不做 這還是有它的公共衛生的科學清楚 所以這樣就這樣 就目前階段是不需要的 這個還牽涉到你當時的狀況和你的戰略目標 像我們當時會在 比方說在 北農那時候我們是希望說 要快速的把這個感染案例壓下來 所以才會大規模的篩檢 還有一種就是說已經進入最後清零階段 就是要把那個最後陡藏的那個傳染壓幹掉的時候 那時候也會做 比較普遍那一區這樣篩檢 所以是這樣 冰無定型 這是按照當時的狀況在決定 所以這個 現在沒有辦法回答你 但是你說 如果基隆現在做類普篩 你知道 我倒覺得是這樣 普篩就普篩 我不曉得什麼叫類普篩 因為我沒聽過這個名稱 社區大規模篩檢 這個有 但是我不曉得類普篩是什麼意思 這個有說 中央常常發明那個我第一次看到的名詞 我們矯正回歸 你說說那個 那個 作業容量不足 補作這樣就好 矯正回歸我們聽不懂 我現在是聽不懂那個類 不過是這樣 大規模PCR 或是這個 快篩 抗原快篩 這個都是按照 這按照你當時的狀況 還有你的目標 來決定 所以這條沒有標準答案 阿明